为了保持健康 我平时都很喜欢做运动的 吃饭的时候就会选一些天然的食材 就好像选护肤品和化妆品一样 都会选一些少量化合成分和低敏的产品 减少皮肤的伤害嘛 不过说到最有效的方法 当然是出去旅行散心保持心境开朗啦 嗨 我们要出发了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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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费了 我们充满回忆的地方 欸 你太好了吗 yeah yeah 我们到咯 Yup 你看这个机 HELLO 有个鬼 hi Piti Girl 嗨 Piti Piti 我们现在到机场了 因为好快啊 飞了 飞了三个半就到了 三个半就到了 三个半就到了 你真心 你醒了什么呀 昨晚没洗头 是一个非常注意形象的一位完美主义者 真的 行啊 行啊 你每一看就照顶比较好 韩国之旅正式开始 我刚次呢 就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送给我们 开门了 哈哈哈哈 这个啊 干什么 你要洗 洗 什么 神秘的礼物呢 就是 Cortex 这个Bandon Wash 那其实为什么可以带这支给我的好姐妹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女生 那些 那么私密 那些很敏感的地方 那你选一些很小心的 那我自己就用开这个 就觉得很好用 自己平时很副品 其实我也是把那些成分看得很清楚才用的 那为什么我会把这个Cortex 介绍给我的好姐妹用呢 就是因为其实它里面有一个成分很重要的 那它就是没有MIT和Paridin 那什么是MIT和Paridin呢 其实是一个防腐剂来的 那其实是 有一些国家呢 在欧洲那边已经不可以 令到市面上买的化妆品里面 是有这个东西 但其实 现在我们在香港 其实市面上 也有很多的化妆品里面 是会有的 那大家就要很小心了 因为其实MIT和Paridin呢 我们用的时间长了 那皮肤就会变得干燥 和会敏感的 和时间长了 还会影响我们的荷尔蒙水平 我自己现在的这枝就是没有香料的了 那我就有拿到几枝是有味道的给他们 那有一些是有花香的 那其实这几枝也是有花香的 而且全部都是一些低敏的 所以不要紧要 不会怕敏感的情况出现 除了这几枝比较丝密一点的东西 那我也有带一些护肤品呢 其实这几个Skin Care的东西都是很天然的 里面的成分我也有特意看过 会写到没有MIT 或者是看后面这些类型 你自己读一下 会不会有出现这两个字 那因为我觉得女孩子 我们平时用这些护肤品的时候 真的有懂得提这些类型 那这次呢就先记住这两样东西 那大家回去也查一下你自己的护肤品 我看你的味道 有不同啊 有什么味道 我要... 不如白鹤了 我要这个 哇 耶 又在一个很冷的地方 我终于可以穿冬天衣了 因为呢 我今年呢 由于之前我去了英国 英国很冷的嘛 所以那时候就买了很多件外套 但因为香港太热了 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穿冬天衣 所以我今次呢 我这个PAT这个季 我就可以拿到头 之前买的衣服出来 那这件是... 我当时在英国买的 很小的 但我觉得很漂亮 你觉得怎么样 OK啦 OK OK的 好像睡衣 好像睡袍 这件其实是薄一点的 没那么厚的 这种黑色呢 很容易衬衣 嗯 黑色很漂亮 第三件 这件呢 我就是在英国的ZARA买的 我觉得因为那边很冷 所以那边呢 9月底的时候 已经有这个款 你看这个行李箱 这件我先想想 或者以后再带都可以 对 放在那边 你看 最后一件 这件呢 就是我今年买的 最贵的一件 穿上你的身就 perfect 看你们今个月要吃 未来几个月了 应该是说 要吃菜了 一向都吃菜 也就是 an a 15 0000 1 9 5 5 15 6 6 5